山口,S709AD加点焊机制作电池组过程 制作电池组,准备如下 第一,3.7V2.0A是18650锂电池 第二,18650锂电池可调价具规格16乘以20 第三,纯涅片规格,0.1乘以8毫米 第四,绝圆片 第五,轻刻纸 第六,山口17串60V25A电池保护器 第七,山口S709AD加点焊机 第一,准备18650锂电池,3.7V2.0A时 第二,准备18650锂电池可调价具 价具规格,16乘以20 运用可调,锂电池加具 锂电池串并结合,操作简单方便 第三,准备镍片规格为0.1乘8毫米 第四,准备绝合格为0.1乘8毫米 第四,准备绝圆片 第四,准备绝圆片 第五,准备轻刻纸 第六,准备伤口17串60V电池保护器 尺寸,60×53×9毫米 第七,准备扇口S709AD加自动点焊机 自动放电式触发点焊,无需使用脚踏开关 S709AD加,双功能二合一 S709AD加,点焊机配备HB-70B移动点焊比 移动灵活,对18650里电池组快速点焊 也可以对聚合物电池,扭扣电池快速点焊 把18650里电池,整齐排列加距离 轻刻纸,贴在电池的正极 再将粘贴在电池上方内圆点轻刻纸,抠出来 根据电池组尺寸,用剪刀剪切镊片 把镊片平行,放在锂电池组的上方 左手按住镊片,右手握住70B点焊比 进行第一排,锂电池组快速点焊 用HB-70B移动点焊比快速点焊 平整按住镊片,进行自动轻松点焊 第一排锂电池点焊完成后,再进行第二排点焊 为了使锂电池,耐用于持久 锂电池,与镊片连接点焊时 建议,每节电池点焊六个焊点 运用,S709AD加自动电焊机 点焊的焊点牢固,快捷,精致 在每排锂电池之间,用绝缘片隔开 有利于,对锂电池组安全保护 把电池加距,锂电池背面与正面翻转 青壳纸,贴在电池的正极 注意,粘贴青壳纸,腰整齐 注意,镊片整齐排列在锂电池上 方便,快捷点焊 用伤口S709AD加,配备70B移动点焊比 快速,轻松给锂电池点焊 用镊片连接锂电池,点焊六个焊点 锂电池组使用,更耐用更持久 很,完美的焊点 焊点放大,让你看得更清楚 连接电池完成后,松开加距螺丝 取出,电池加距 先把包装带,将电池组四周绑紧 用电烙铁,将排线按顺序依次焊接在电池上 进行排线第二根线接口,用锡线焊接 进行排线,第三根焊接 全部排线对应,焊接在锂电池组灭片上 用按用表,测试每组电压是否一致 温馨提示,如每排电池电压不一致 会导致,出现锂电池组充电 充不满,需电现象 锂电池保护器,P复黑粗导线连接电池组的正极 B复,粗蓝导线连接电池组的负极 将排线插口,连接山口锂电池保护器 把锂电池保护器,装在电池组侧面 用包装袋密封,电池组的背面与正面 用包装袋,把锂电池保护器绑紧 将锂电池组,放机内有泡沫绝缘板盒子里 起到防震,保护锂电池安全作用 起到,防水防尘作用 可对浸泡,短时间起到防护作用 在雨天,在阴湿天气下,有效防护电池组受潮 完成,制作电池组 完成,制作电池组